我们今天特别帅气健康正向阳光的我们专老师 以及我们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同仁还很多 今天是我们亲友办理104年推动公交员工参与资源服务的决行班 那这个班也是我们第一年第一次来办理的 非常感谢我们专老师来担任这堂研习课程的讲师 我先介绍一下老师 不过各位顺便资料好像也有 也有 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 那专老师我刚刚特别用开场摆这几个形容词的话 就是因为专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今天穿的 这个正式看起来有点不太习惯 非常帅气 那专老师这个大学毕业以后 来到那个 我们蓬水跟教应该是25年多吗 25年 那这个 退休以后 其实他之前就长期投入 资工的 服务的工作 在很多的公益机构跟团体里面担任 资源服务工作 有非常丰富的 志工的经验 那特别是我刚刚形容 他就是给予我们一种阳光健康 很正向能量的一种感觉 资源服务工作的话 是我们人事处今年 特别列入为重点工作推动的一项工作 我们也在今年建立一个平台 这是一个 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平台 希望在我们工人的部分 公教员工都能够多多投入 资工的一个服务工作 在我们的机关学校 如果有任何的工作 需要资工来提供协助的话 也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来提出需求 让有医院来投入 公教机关学校 这个服务 担任志工的这些同仁 能够 能够 过取他们 提供的一个 舞台 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 就如同我们今天 钟老师定的题目 一样 高估价价值的人生路 志工生涯路 的的确切就是 志工 的一个 志愿 在我们 平凡 平淡 跟平时的一个生活跟工作的 将日复一日当中 能够在 给予自己的生命更多有意义的定义的 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也一直就如同昨天这个联系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在工作中 可能有很多很多需要操劳的一些事情困扰着我们 那可能也会 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讲造成压力 所以可能 生活有时候感觉有点苦闷 那我一直认为就是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 那第一天想到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天打算帮助几个人 为 哪一些人来做服务 做哪一些好事的话 给自己这样的心恋 相信各位可以试试看 应该今天 都会觉得 生活的很充实 那最起码会很愉快 就是说当你每天 或时时刻刻都想着说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通常自己的痛苦烦恼就忘记了 因为我们大概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是来自于 我 想到的都是我 追求名 追求利 追求其他 凡是跟与我有关的东西 但是都是这样 追求不到 我 到了又怕他失去 所以就有恐惧 担忧 舍不得 都来了 所以当我们 如同这个 职工这个职业一样能够时时都想说怎么去帮助别人 我想自己的烦恼 都会不见 中老师 职工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他特别的有热忱 那所以今天的一个三个钟头的一个课程应该是非常 精彩 所以 我 期待就是各位 不仅仅是说明天理得下午的课程 那也能够把这样的想法转化为自己在工作上生活上 不断的协助别人 当然有机会能够投入 职工工作 是更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 就我们的职场上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家庭里面 都可以把这种概念带入 我相信对于各位的工作生活一定有 莫大的帮助 最幸好自己会 过得会很快乐 那我现在就用二列掌声来欢迎庄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